我們開始做Competing Square 配方法的練習之前 首先大家都要先記一下公式 之前提過的 其實我們做Factorization 因式分解的時候都學過這些公式 A2次加2AB 再加B2次 等於A加B2次 和A2次-2AB A加B2次 就是A加B2次 我們就要硬用這條公式去做Competing Square 配方法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說明Competing Square 配方法 你怎樣都要有個二次方出來 硬用這兩條公式去組成二次方出來 實際上真的要怎樣做呢 我們來看看六條例題 那我就做左手邊 那右手邊就留給大家做功課 好了 那看看第一條 第一條 那留意我們要用到那兩條公式 那怎樣才可以用到那兩條公式呢 那我們就要留意了 這條公式中間的4X 其實就是我們這邊的2AB 我沒有記成 那我們就知道了 那X呢 這裡的X就是我們平常見到的A 那所以呢 4就是2B 你要留意4就是它的2B 那我們就知道呢 那B呢 其實就是4除2 即是2來的 對了 那如果你覺得很難的 那其實你死幾個方法都可以的 那X2次加4X 那留意了 我們每次做的時候 都是把這條公式除2 那我們就知道了 由於4除2是2 那所以我們就加2的2次 其實就是 我們這邊加B的2次的意思 然後 但是你不能無神神加嘛 所以你硬要減2的2次給它 那最後還有一個加7在這裡 做到這步的時候 你會發覺呢 前面那三條呢 就可以用我們的公式呢 把它變成X加2的2次 而後面那兩條呢 減4再加7呢 那就應該就是這個 減3來的 對了 那就做完了我們的competing square了 好了 那做完competing square 第一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們要寫出這個 頂點的座標 頂點的座標 那麼呢 之前提過了 我們有一條這樣的公式的 Y等於A X-H2次加K 所以 那就留意呢 Vertex 頂點的座標 就是H同期 來的 那這條來講呢 頂點是多少呢 那其實呢 我用V表示的頂點 那你會留意到 這個東西 這個加好來的 但我們平時 這個位置是減好來的 所以呢 其實 X加2 你應該再看做 X-2 所以呢 頂點的座標 就應該是 負2 負3 對了 這樣就做完這一條了 好了 再落一落 看看第二條 好了 又是呢 又是呢 開始X-2次 照寫 那個加1 就寫在最後面 那留意 我們中間那個是12 那剛才說過 你要把它除2 除2之後 就是6 那所以呢 強硬加6的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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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前面那三個東西 就可以用到我們 剛才上面的 橫彈式 identity 去做的了 那這個就是 X-6的二次 那為什麼是減呢 因為我們這個位置是減 那我留意一下 好了 那後面 就是減6的二次 再加1 就是減36 加1 就是減35 好了 做完之後 然後呢 我們寫一寫個頂點出來 那這裡呢 那這個位置是減好 那所以我們呢 就 照寫個6 在這裡就可以了 後面就 負35 這個就是頂點的座標 了 好了 來到第三條了 今次就特別少少的 你會留意到 整條色前面呢 X-2次前面 有個2字在這裡 那我們要弄走 2字才可以做到這條題目的 那怎樣弄走2呢 其實我們就拔它出來就可以了 那其實條色裡面呢 只剩下X-2次加4X 那那5呢 那-5呢 那-5呢 又是了 不要管它 寫在最後面 永遠都把最後那個數字寫 最後才處理 好了 那然後呢 這次開一開放括 裡面就可以開始做了 X-2次加4X 那又是了 我們把4除2 那就是2 4除2就是2 那所以我們加2的2次 然後-2的2次 整個再加5了 好了 再繼續 那就是了 那接著又是可以了 那一開始的3塊 那就可以用我們的橫彈色 將它變成 X加2的2次 再減4 然後 然後 最後整個減5 然後我們整個2進去 減8再減5 那最後呢 你會得出 減8再減5就是減13 然後寫頂點 這次是加碼 我們記得我們剛才的顏色這個位置應該要是減的 所以呢 X加2會看作X減負2 頂點就是負2和負13 好了來到第四題 這次又對了 X2前面是不可以有任何東西的 那我們這次要怎樣做呢 先抽個負3出來 括弧裏就剩下X2次-2X 那最後減7就最尾線處理了 不要管它 好了 那接著呢 又對了 X2次-2X 那我們又要留意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2來的 然後我們要把它除2 除完2之後 2除2就是1 所以我們就 加1的2次 減1的2次 整塊再減7 好了 那裡面 括弧裏頭的3個呢 就可以用公式了 把它化成X-1的2次 再減1 整塊減7 然後把負3進去 加2度 先把負3加1 再減3 加2 即是減4 完成完之後 可以做出 那麼我們的頂點左表應該是Vertex的頂點, 左表是1和負4 好,第五條,這次特別少少,又多少少變化 我們第一塊X2次前面的數是2分1來的 又是,我們抽的2分1出來 好,那留意,剛才我們抽2呢 那你的負戶裡面的東西會除了2 那如果我們抽的2分1出來 其實我們負戶裡面的東西會變成2 所以會變成10X 其實你反過來想想你也知道 你的2分1乘10X才會變成5X 好了,2分1 X2次加10X 又是,我們要做Computing Square 硬用到那兩條恆彈色 那留意,那位是10 10除2,就是5 又是,硬加5的2次 硬加5的2次 硬加5的2次 然後,括弧一邊 頭的3塊,我們可以用恆彈色 準備測試 在這個根本部分猜到 sailed,我們是正確把它選到 這個位置 Shelter 用 ilue 他總共為 않 OM cada 可以涵ente 用計算機計算就可以了 所以這次的頂點比較難看,X左標是-5,Y左標是-43.2 留意一下,因為這個是加號,頂點的X左標就變成-5 好,來到最後一題了,這次除了X外還有K 不過其實做法都是大同小異,都是這樣做的 好,一開始我們要抽個2出來,變成X2次-4KX 然後後面的9K2次-4就寫在最後,不用理他 好,再進一步測戶,X2次-4KX 留意我們第二位是4K,4K除了2K,我們這次就加 留意我們括弧2K的2次,再減回括弧2K的2次 對啦,你要整個2次,不要就這樣把K2次,忘記了2也要2次 對啦,再加9K2次加4 好,又是相同步測戶 好了,又是相同步驟了,括弧中的3個,我們可以用橫彈色的X-2K2次-4K2次 括弧2K2次,就會變成4K2次 再加9K2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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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4 然後再加4 對啦,做到的東西,這部就全部做完了 那這次你的頂點是多少呢? 第一個很明顯看到是2K,所以就X座標是2K 那另外一塊,整個東西在最後,這個就是頂點的Y座標,Vertex的Y座標 那就是K2次加4,這樣就做完了 3K2次加4,加4,加43-2K2